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茨礼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华尔电视台亚洲新闻中文报导 您的收视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扩散到100多个国家 造成很多人死亡 另有超过十几万例的确诊病例 拉斯维加斯一处游民收容所 有一名游民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之后被迫紧急关闭消毒 为了安置上百名游民市政府在当地大型停车场 临时搭建避难所 游民直接横躺于水泥地上 一个个试图保持社交距离 似乎黄疫却无效的停车阁 在美国网络群上面 引发了很多舆论与批评 截至美东时间31号 一名全美新冠肺炎确诊达到16万将近5000例 当时有3000多个死亡 拉斯维加斯由美国天主教慈善会设置的 这皆有收容所 一名无家者上周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收容所紧急关闭消毒清洁 然而原可收留500名游民过夜的收容所 突然间关闭 其他临近的收容所也无空间 让上百名无家可归者不知去向 拉斯维加斯政府为了安置这批无家者 决定在腹地相对广大的卡士曼中心停车场 设置游民临时避难所 当地大学医学志工的协助设置停车场临时避难所 于28号搭建完成 停车场设置有很多移动式的厕所 洗手台和垃圾桶 医学生志工协助游民粮体温等等基本的防疫 官方预计在水泥地铺上蓝色大地毯 但后来考量清洁与消毒不便 碎电物资也供不应求 只好在水泥地藏直接画上白线网格作为船位 让这些游民睡在水泥网格上的客难画面 引发美国舆议的批评 官方原本规划网格船位 直接依照防疫指示保持社交距离 每名游民床位中间间隔一个停车网格 彼此距离约1.8公尺 然而在外媒实际探访下 由于十罚确实阻隔 一些游民一叫起来大都是挨着彼此 或者近距离相邻而眠 著名的CNN主播克里斯古墨 确认已被感染了病毒 克里斯31日在Twitter上面发文写到 最近有和感染者接触而出现发烧 发冷以及呼吸急促等症状 在做了病毒检验果然呈现了阳性的反应 在这一天比一天艰难的日子当中 似乎变得更加艰巨与复杂 他表示希望不要传染给妻儿 不然感觉会更糟 面对疾病克里斯乐观以对 表示自己目前健康状况都好 已在自家地下室自我隔离 且不会放弃在家里连线 继续主持他在CNN的节目 他说我们一起用聪明勇敢 集团结来打败新冠肺炎 他的纽约州长哥哥安德鲁古墨 在画面上看得好难受 我们还大致上过得正常生活 真的比现在世界大部分的人还幸福 在弟弟确诊后也在Twitter上面表示 病毒真的是很公平的东西 没有人应该存着侥幸的心态 并以地理感染症为例 强调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现在看到什么是公平 住豪宅和睡在街头的 一样会感染病毒 我们鼓励一些不幸感染病毒的朋友 要保持坚强勇敢面对 并接受治疗 在过去几周我们一直针对 如何保持保护肺和养生保健肺 做一系列的报道 在今天养生单元再做分享 在吸进肺的雾霾怎么样清理出来 尤其现在的疫情多数是借空气传播 它给我们的身体带了很大的伤害 现在的现况跟雾霾天气是一样的严重 吃什么才能清肺呢? 看看哪些食物清肺的食物能增加肺的自我清洁能力 我们推荐第一个萝卜 萝卜在肺脏的排毒是具有排毒的食品 第二个是黑木耳 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成分 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推荐第三个是蘑菇 蘑菇可以提高肺脏抗毒的能力 推荐四是雪梨 食物在雪梨这种食物含有苹果酸、柠檬酸 维生素B1、B2C、胡萝卜素等微量的元素 在第五个是莲藕 它的跟叶叶、虚花的果实都可以支付入药 第六个是山药 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蛋白质 还有维生素脂肪 还有胆斩等成分 以及点、钙、铁、磷等人体 不可或缺的无基盐和微量元素 推荐第七个是营藕 营藕有郡中之冠的美称 既是名贵的营养滋品 滋补、加贫 又是浮正强壮的补药 第八个是猪血 猪血中含有丰富的雪浆蛋白 当然防患是很重要的 各位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您参考之外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专访时间 我们今天要专访的是谁 又要告诉我们什么精彩的内容 别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爸 你会填2020年人口普查吗? 人口普查? 对呀 每十年一次重新统计 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这些数据有助规划、公共资金 决定分给学校、诊所、收入等的比例 学校教的 真好 但是爸爸现在没时间 爸 很重要 我们一起上2020Census.gov 说不定还能改善交通呢 那爸感兴趣 相机请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务慈里 又到我们亚洲新闻名人专访时间 今天我们邀请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 他是SBA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的总监 Joseph Omado 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谈谈这次小型企业 在这次疫情中如何辅助政府来补助这些中小型企业 感谢你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知道SBA自从成立以来 SBA已经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数百万的贷款 还有担保等等的合同 还有咨询会议用其他的形式来帮助这些小型企业 这小型企业是一个国家的公司 而我们是在这些小型企业 我们是在这些小型企业 在这些小型企业 小型企业 和小型企业被影响了 以经济灾产生的灾难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身上是在我身上 我负责州州的州 我一直在看待资产 使用小型企业 这一次的病毒 SBA小型企业 提供怎样的指导 还有怎样的资源 我们知道在华人 在余拉斯维加是有蛮多的 请问你有没有针对华人这一部分 提供这样的援助 我们给小企业的小企业 一的小企业 是为小企业的小企业 跟小企业的小企业 在这些企业对疫情 对不同的公企业 这些企业的工程 即利选择 企业的企业 是在国家的企业 是在公司的企业 是否则 申请用所在有的 BASITE SBA.GOV DISASTER E可以扣到$2万 DOLLAR DEPENDING E的工程 E的企业 Z亭 3.75 % for lease payments, loan payments, rent payments, note payments, operating expenses and in some cases even payroll to support the company whether the company is completely shut down or whether the company is partially shut down or whether the company is still operational but is suffering grave effects to their revenue becaus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pandemic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多久的时间才能贷款到这一笔小型的辅导金呢? 途中 釋放两天然后我们继续将8天到个月有结架八天的时候 赛��出 berry Rock COVID 希望一周会发生交付成合同购乱受助制所 动支付作以及制作为 HR 这所 reform 的交易喜利 但有沒有什麼樣的限制,或者是條件,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一個一二二市人的工具,或是Uber傅,或是騙人,或者客人,或是市場所佔的,我們也可以臨約到達到$10,000-$5,000, 讓他們都賺一億對二億,至於一個多公司,自家人是在未來的樣子, 更加多加重給家業,更加多多公司,更加多數 grams,更加多稳輸的財產, We are trying to touch the business lives of every small business in the state of Nevada and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funds that have been appropriated by Congress to support them 那麼這些是適用全美國每一個小型企業嗎? It's designed for all businesses, yes All businesses that were considered small or medium-sized businesses under 500 employees 那麼如果說這些小型企業他們想要做 可是呢因為有一些人他並不是很了解說怎麼做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諮詢或是電話啦或是什麼的? If you go online on your computers sba.gov backslash disaster will give you information all three programs The third one I haven't really explained yet But you also can call my office which is in I have offices here and in Carson City But the main office number is is 702-388-6611 That's 702-388-6611 I have staff there that are basically answering ques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We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formation ou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f somebody emails me or lets me know They can email me directly at joseph.amato, A-M-A-T-O, at sba.gov And we will try to get an answer to the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we'll have i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也就是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呢他如果有遇到困難 那麼在於言語方面呢沒辦法去溝通 您還可以就是說他們還可以用中文來跟耳光商單位來做一個溝通 Yeah, we try to do that and if we don't have someone specific We can reach out and get information to you in the language of your origin Absolutely 太好了,謝謝你 那Omato先生想你跟我們特別再講一下這一次的一個整個計畫 我知道有分了幾個部門 那是不是可以跟您再跟我們詳細的解說 Well, as I explained to you already, the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Program There's also 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which basically was just approved by Congress on Friday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That's going to forward a business up to $10 million to support payroll and employee retention So this already passed? It passed on Friday, yes So it is becoming active on April 3rd which is Friday It will be administered by the banks across the country What a business will do is they'll go to the bank And they'll provide them what their average monthly payroll was During a fixed period of time last year to give sort of a basis So between February and June last year If a business had an average monthly payroll of $100,000 They also provide them a list of how many employees they had employed during that time So say it's $100,000 a month with 25 employees What the bank will do, we'll certify both And then they'll afford the business two and a half times that $100,000 Or $250,000 The business then will basically, if all the employees aren't there They'll call all the employees back to work And for eight weeks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ose employees at that 25 level That we used as an example At the end of eight weeks the bank certifies that those 25 employees are still there They basically will allow that loan of $250,000 And turn it into a grant or a gift So the business would not have to pay it back The whole idea of it is And it can go up to $10,000,000 The whole idea of it is to basically re-employ people And the eight week period is what the government's best guess is When recovery will start So if somebody gets the money in April and May They're hoping by the end of May beginning of June That in the states across the country But especially in Nevada That we will start seeing recovery So that the businesses and those employees Can go back to work full-tim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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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oved here from the east coast originally from New York but lived in the Washington DC area for almost 20 years before I moved here I love Nevada I love the state I love where it is economically and I thought I believe that it has a lot of potential going forward This is sort of a bump in the road So in my capacity as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right now in my capacity also as an entrepreneur and business developer I see nothing but promise for Nevada despite what's going on I plan on staying here once I decide whether or not I'm going to stay with the agency and become a long-term resident in Nevada I think it's got a lot to offer 歡迎你我們內華達希望你 因為在內華達尤其拉斯維加斯蠻多小型企業的 那麼不管是這次的病疫情也好或是在未來的話 我相信他們都希望能得到你很多的幫助 I hope to be an asset to the community whether I'm in this position or whatever I do moving forward So I look at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people No matter if I'm in the private sector or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 continue to do so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我們謝謝Omato先生到我們節目中來 這次呢我們知道所有的這些疫情 然後經過政府他來通過這個貸款 還有通過這個補助 我們感謝我們的總統川普先生 他真的在幫助這些人 因為這次的新冠肺疫情呢 我感到很悲哀 我再次的呼要大家要遵守法規 尤其在這非常時期 每個人都應該要重視啊 盡量避免到混亂 道德也很重要 不要發表一些引起很多種族方面的 這方面的問題 尤其是無根據的道聽途說 雖然我們不是法官 但是也要有根有據 不要被別人來利用我們真正愛國情操 尤其是我們身在美國這裡 我們是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要融入在這個國家 愛護我們自己的國家 謝謝 希望大家發揮這個慈悲心 我是傅慈禮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join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觀眾們大家好 現在是網上教學時間 你如果喜歡的話 請讓我們知道 這一次 川普總統的紓困方案 當中主要執行的單位 是由美國中小型企業管理局 那就是SBA.gov 如果 你上了網 只看得懂中文 你現在已經給你相對 這個 Translate 不管是你一個人的公司 還是五百個人以下的企業 選擇到你的語言 這裡是簡體中文 這裡是繁體中文 點擊進去以後 會給你自動翻譯 既然你是老闆 或者如果你是員工 你也可以建議你的老闆 多去了解 我們從這裡點擊進去以後 這個企業補助 到冠狀病毒融資選項 了解更多 啊 這裡有不同的內容 可以點擊這裡 這裡有不同的 援助 所以建議您多去了解 你只要去上網到SBA.gov OK SBA.gov 這段時間大家辛苦了 為了保住您的員工 為了大家的將來 多多學習英文 但在這個過渡時期呢 每一個人都需要去了解 你可以怎麼樣子 保持 維護 挽救您自己的生意 好 是您 將就到這裡 謝謝 好暗的星空 擺放在心中 來自不同時空 穿了世界的始終 We are home We're not alone Can't love we We're around the world 搶著手 你和我 找回最平凡的夢 迎著風 曬著空 高雄一世人 Disney World We're back and ro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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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cares 那你和我 Oh Yeah 複視著城市高樓 海風在晴空中擁抱我 擁有面對世界的把握 向世界招收我 We are home We're not alone Can't love we We're around the world 搶著手 你和我 找回最平凡的夢 迎著風 曬著紅 高雄一世人 Disney World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Nothing cares Nothing cares 但你和我 但你和我 Woo Yeah Yeah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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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公 You're not alone Can't love we We're around the world 搶著手 你和我 找回最平凡的夢 衝著風 曬著紅 高雄一世人 Disney World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Nothing cares 但你和我 Woo Yeah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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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想 就應該要幫助我們 取 наш 真的嗎 怎麼又晚了 這真的鎖太遠了 這裡多開幾 nothing就好了 政府戲劑又擁有我們沒有 那人需求才会被听到 你这 你们两个都对 可光说有什么用呢 填好2020年的人口普查 就可以协助公共资金的分配 比如地方医疗 更多的政府席位 想要给自己发声 赶紧上网填 打电话也行 请上2020census.gov完成普查 没有博士论文 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吗 学位是真的 讲不了 有学位就是一定有论文 所以这个也讲不了 这个事件的主角 是台湾的现任总统 这件事情发生在英国的 伦敦政警学院 对病人惊喜 对我发现那么感兴趣 对他们决定就有一定的权位 48万英镑匿名捐款 揭开了黑暗的论文门 你有听到这些研究研究研究室 在美国的博士学院吗 没有 没有 我们不认为我们有台湾的医疗 因为它只是在网络上 没有 揭露真相的三位大学教授 却被司法追杀 是采取法律行动 在被夺相关文件之后 一起告证 东方版的水门案 真实在台湾上演 林教授到LSE的时候 不准copy 不准照相 不准影印 当然不是我的 因为他都是你告证 不会失望 追踪一点 拖破天空 就已经关不了 邀请您一起追真相 欢迎回到亚洲新闻 ACTV感谢所有支持 观看所有亚洲主题节目的观众 谢谢你们的爱护 ACTV每周制作和组装的电视节目 原创亚洲内容 以及亚洲文化联盟的特色教育课程 要了解有关这些计划 还有更多的信息 并预览所有即将推出的计划 请访问 actvus.com 如果您希望成为任何节目的荣誉赞助商 或只是想在频道中宣传您的业务 请致电7025801863与我们联络 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感到非常的悲哀 也再次呼要大家遵守法律 在这非常时期 每个人都应该重视 大家应该尽量避免混乱 道德很重要 更不要发表一些引起种族问题的文章 尤其是无根无据 只是道听途说的事 尤其我们不是法官 但也要有根有据 不要被别人利用了你真正的爱国情操 发挥人力紧力的慈悲心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期待您继续给我们支持 我是傅慈离 我们下次再见